欢迎来到民事台湾学堂 哲学堂前前的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叶昊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哲学 是来自成大中文系的 陈星白老师 也好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OK 星白已经来过好多集了 然后都是在讲康德 那我们之前两个星期 我们谈了康德的自由跟义务 但是我们讨论的结果下来 好像说 他所认为的道德这一件事情 几乎是天地之间只有他一个人 也有道德的问题 是吧 那这好像对许多人来讲 这有点奇怪 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到底不就是 道德应该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甚至可能是 人跟人之间的伦场 或伦理的关系 那他怎么看待 实际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确实 就是讨论到康德的伦理学的时候 那一般就说 如果再讨论到他的法政哲学思想的话 那从这个过渡当中 一般常会提出一个质疑 对于康德的质疑 那这个质疑的意思大概是说 就是说康德的一个伦理学的思想 到底有没有办法落实到 一个具体的社会文化的层面当中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这个问题的讨论 他就涉及到了 就是说比昂康德 对于道德跟道德性的讨论 甚至于道德跟伦理之间的关系 那么最早提出 这样子的一个质疑的哲学家 大概大家也都认识 就叫做黑格尔 那么黑格尔 他就讨论到 这个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区分 他把伦理跟道德 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那么如果按照黑格尔 自己的一个定义的话 那所谓的道德 指涉的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个体 那么这个个体 他有办法运用自己的 一个理性能力来自我立法 那透过这个自我立法 就可以展现一个 一个个体的一个自主性 那但是这时候 好像说这种自主性 或者种自我立法的可能性 局限在一个个体的内在性当中 可是这时候 就会出现了伦理的这个概念 那对于黑格尔来说 伦理比道德又更进一步 也就是说人的这种自我立法的 这种可能性 不会只局限在内在 它会扩展到外在的一个世界当中 那这个外在的环境或世界 比方说会扩展到 我们的生活方式 制度或者习俗 然后我们在这个外在环境当中 可以取得一种 就是说所谓的普遍性 或者是客观性 那也就是说 康在这个黑格尔的这种区别之下 他把道德跟伦理区分开来 那在这个区分之下 他认为显然康德就是关注到了 一个道德的部分 但是他好像忽略了伦理 就好像刚刚叶昊老师所说的 好像天地之间的一个我的一个存在 可是人跟人际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像就忽略了 那么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黑格尔认为 依照康德的这个伦理学的思想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 落实到我们具体的一个文化 或者是社会环境当中 但你不同意嘛 我的观点是不是很同意这一点 那事实上呢 也不只是我不过 黑格尔的这个观点 他的区分 对于伦理跟道德区分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解释定义的方式 还有包括说 在这个区分之下 对于康德的批评 确实是影响了往后一两百年的 整个思想界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那甚至于直到现在呢 还是很多人是抱持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那么但是不同意的学者 其实也不少 那么这当中其实有一个关键 就是说呢 黑格尔这样子的区分实际上未必适用在康德的身上 因为康德实际上他关注的并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而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 道德性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三个语词了 道德 道德性还有伦理 那么这个道德性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事实上就是说在康德的这个实践哲学思想当中 我们现在这里讲的实践哲学 大概就是把康德的一个伦理学思想跟法正哲学思想 作为就是说结合起来 作为就是说实践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实践哲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几件事情 首先就是说呢 在他这个实践哲学当中 他所讲的就是说中文翻译成道德性的这个语词 那在德文当中是mogalität 可是也是zittlichkeit 那这个语词其实比较好的一个翻译 或许是翻译成道德性 而不是翻译成道德 为什么呢 对于康德来讲呢 所谓的道德指的是一个规范的体系 那么但是道德性不是这一回事 道德性是指 就是说讨论的或者它涉及的 是关于这个规范体系 在实践上可能性的一个条件问题 那这个可能性的条件呢 其实上跟我们之前上个礼拜讨论到的内容相关 它不仅是就说指涉我们行为上必须要符合义务 而且还包括就是说我们的动机上 必须是出自于对这个义务的肯认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或者是想法之下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所谓的道德性 对于康德来说 指的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合理性的一种要求 所以刚提到道德如果是作为社会上实际的一套规范的话 那其实他在意的是这套规范本身还要有内在的 一个它应该有合理性的基础 因为道德规范如果只是来自于外在的强制 那我只是因为受限于这个强制 或者是强制可能带来我不遵守的后果 那有时候如果这个后果我可以置之不理的话 那么我就没有一个实践上的必然性 或者是让这个义务必然能够实现的可能性 就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康德为什么要强调动机 上个星期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唯有出自于理性的肯认 所谓出于义务 就是我真的认为这件事情是该做的 这个时候我才能够有充分的动机 在每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 我都认为他该做 进而就是采取具体的行动 这种讲法当然有很大的挑战性 因为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道德既然作为一套社会的普遍的一种规范的话 那么它可能是来自于传统 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和习俗 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就是这么认定 这就是对错 那它也可能是来自于比如说 宗教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 因为上帝规定我们要这么做 上帝说应该要这么做 可是康德的这种讲法 挺有颠覆性的 其实 事实上我在想 不仅在它那个时代当中 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当中 都很具颠覆性 当然就是说一个道德规范 或者是规范不仅是道德 甚至跟法律也相关 因为具体的法律规范 常常是我们在道德上的价值观的一个具体的弱势 常常是如此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好像德国有一句谚语说 莱茵河畔的左岸跟右岸两边的正义观是不一样的 当然就是说道德规范或规范的来源 可能来自于宗教来自于文化的传统 可是就是因为每一个地方 它的文化或者是宗教的传统或戒律都不相同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单单从文化背景而来 跟这个宗教这个背景而来的规范 当成就说一体适之的话 那会显然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不见得所有人都会认同 以至于它在实践上的效力就会有问题 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所谓普遍的一个客观性 或普遍的效力 但是我们如果就它的颠覆性在进一步解说的话 那么好像告诉我们说 如果上帝叫我们做一件事情 即便是上帝说的 如果这件事情应该要做或非做不可的话 那它本身就已经是应该要这么做的 所以就算不是上帝叫我们做 也应该要这么做 那如果我们都这么思考的话 那么好像是宗教也相对不重要的 然后它是不是一个常年累积的一个习俗 或一个传统也不重要的 所有的焦点都在于 它本身具备了一种道德性或者是合理性 我觉得倒也不是会造成一个传统 或者是宗教的一个 就是说背景就完全会变得不重要 而是在那个时代当中 比方说在康德所处的时代 那个是一个还有宗教法庭审判的时代 所以在那个时代当中 实际上宗教虽然是愿望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过更好的生活 可是实际上也相当程度了限制了人民的生活跟思想 所以至少它要的是如果我们接受说这是宗教来的命令 或者是这是一个习俗 我们仍然自己得去从头想过一遍 再想过一遍它是否真的合理 当我们接受到一个外在而来的一个规范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去想这个规范是否合理 当它真的能够说明我们提出这个规范的合理性的基础 然后我们在遵守这个规范的时候 所谓出于义务就是出于对于这个规范的肯认 那么这时候这个规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压力 而是来自于我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要求 一个内在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听新白老师怎么讲康德 欢迎回到民事台湾学堂哲学堂前前节目 我们正在聊康德 那我们刚刚我们聊过了 康德其实有很明确的区分 道德性跟道德的差异 而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两者的差异 我们可能也会知道 道德可能跟伦理也有一些必要的 就是差异的区分 那可不可以进一步来跟我们讲一下说 那这个是在康德的语境底下 两个有分开吗 就是道德跟伦理 事实上在康德的语境底下 我们一般翻译成伦理的这个字是 Zittlichkeit 原文是Zittlichkeit 但是这个在康德的语境下 确实有一个困难性 就是实际上就康德自己的使用来说 他并没有去区分Mogalität跟Zittlichkeit 他没有做一个很明确的区分 甚至于比方在法权论当中 他提到道德性Mogalität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会在后面直接夸号写上Zittlichkeit 所以就表示说 对那这个当然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一个德语的语境下 我们相对容易理解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要翻译成中文 或者是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就会显得有些困难 那么但是呢 我们可以说原则上 这个Mogalität或者Zittlichkeit 指涉的都是所谓的道德性 但是并不代表说 这当中就完全没有一个 些微的差异性 举例来说 我们在阅读过去的一个文典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完全确认它的意涵 一个语词呢 用Gadam的话来讲 每一个语词都有一个意义的 意涵的摆动范围 那如何确认说这个语词 它现在究竟是什么意思 必须摆在脉络中来看 所以同样的回到刚刚所说的 如果我们把康德的实践哲学思想 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虽然它在这个整个伦理学 跟法证哲学著作当中 没有明确的去区分Mogalität跟Zittlichkeit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所谓的道德性 刚刚所说康德所关注的道德性 实际上这个概念在本质上 是一种关于合理性的要求的话 那么我们大概就能够设想 就是说这个Mogalität 或者这个Zittlichkeit 我比较接受 就是说有一个德国的学者 叫Otel Heufer 那么他所说的 就是说这个Zittlichkeit 在伦理学 也就是个人的道德领域当中 它对应的就是Mogalität 就是Morality 而在群体一群人 共同生活的这个领域 法证领域当中 它对应的就是个 Zittlichkeit 也就是英文的Justice 或者是中文的正义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关联下去看 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 一刚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康德的伦理学思想 到底有没有办法具体 落实在实际的这个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当中 我的观点是可以的 只是呢 这个落实并不是说建立在 就我们可以把一个道德领域当中的 所谓的道德规范 直接转化成一个群体生活领域当中的 法律规范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种的一个就是说 可以落实的一个关系是建立在这个个人的生活领域 跟群体生活领域 这两个领域在道德性的这个概念下 所展开的一种类比的关系 或者一种关系上的类比 这个关系上的类比的意思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如同我们先前所说的 一个道德法则 它要能够具备普遍的有效性 这个个人的肯认 自主肯认这个动机非常重要 同样的 在这个群体生活的法政领域当中 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 它到底能不能够具备所谓正当性的基础 也就是说它有具备一个就是说 利润上的合理性 那也需要所有人的一个理性的肯认投入其中 我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因为康德他本人划分的非常清楚 但不见得说对大家来讲都很好接受这个体系 那我们如果把焦点放在那个类比关系来看的话 好像说我们如果先区隔一种是法律 然后一个是道德 对道德规范 道德跟法律 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正当性的要求 对对对 合理性的要求 或合理性或正当性的要求 只不过这个合理性 运用在道德的时候 跟运用在法律的领域 他们不能够混为谈 对 所以它是一种类比的关系 所谓的类比就是这两个不同的领域 其实都有一个相似的结构 但是那个结构其实都是一个 有关合理性的要求 对 那么法律就不应该被当作它的正当性是来自于道德 不能够是纯粹来自于道德 至少对于康德来说是这样 也就是说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对许多人来讲可能会觉得说 法律就是为了要让道德 应该要实践道德 或者把道德白者黑字化 才叫做法律 甚至很多在呼吁要法律要改革的人 都可能会是从他们自己的道德观 不管是来自于宗教 或者其他的不同的信仰当中 想办法要把它运用到法律来 但是你强调这个类比 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它意味着 法律不是道德的延伸 也不是道德的直接应用 对 没错 所以是结构上的类比 对 是结构上的类比 对于康德来说 所以当然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 否认说 我们在这个道德规范当中 确实就是说 它展现了我们的一个 所谓道德价值观 那这个道德规范相关的一个 道德价值观 它在一些情况当中 确实它也会展现到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具体 群体生活当中的一个立法的 这个实际立法当中 这一点我们并不会否认 但是这并不代表 因此这个所谓的道德规范 它就可以直接被转化成 所谓的法律规范 这当中是有所差异的 那这两个领域 对康德来讲有什么 截然不同的地方 或属性上的不同吗 比方说在一个就是说 个人生活领域当中 它面对的是一个人 生活在一个所谓 机械宇宙的一种影响之下 我们要如何能够得到一种 所谓内在自由的可能性的问题 这个所谓机械宇宙就比方说 人冷了自然就会 我们想要多穿一点衣服 饿了我们就觉得好想吃东西 这个反应是如此 但是这个所谓的内在自由 指的就是说 在这个外在的自然法则的影响 或者是运作之下 我有选择另外一种行为的 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可是一群人生活在一个 就是说群体生活当中 这个情况不一样 一群人一起生活在一个 就是说共同生活的领域当中 法政领域当中 面临的是说我们要去竞争 或者是分配有限的资源 跟空间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对于康德来说 重要的或者是他关注的 就不再只是一个 内在自由的问题 而是外在行动自由的 相互协调性的问题 也就是我为了个人的 一个生存下去 如何能够不让别人 因此活不下去 如何能够在这样子的 一个竞争跟互动的 一个过程当中 还是能够让所有人 尽可能的保有各自的 追求各自幸福的权利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课题 它当然具有相关性 这个相关性一部分 就是建立在我们刚刚所说的 道德性的这个概念上 就是无论在个人的生活领域 或者是群体的生活的 法政领域当中 我们都需要有一套行为的规范 这套行为的规范 绝对不仅仅是要求 我们外在行为的符合 还包括我们能够 内在理性上认定 这个义务本身 或这个规范本身具备合理性 这是相似的地方 但是它还是有 它就是说既相近相关 但是又有所差异的部分 所以在个人的层次上 来谈的道德 我们可能有两个独特的现象 一个是我们个人有一个意志 我们的意志可能会做出一个选择 我们会在几个不同的选项当中 我们决定思考 然后我们要做了一个判断之后 我们就要追求这件事情 把它进行到底 可是那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人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人生就是要往这里走 但是一个社会 就算我们要把一个社会 也想象征说有一个意志的存在 其实它也只是一个比喻 因为一个社会毕竟是有好多不同的 每一个人自己都有不同的意志 所以一个社会不可能说 所有的人全部一起共同 只做一件事情 然后把一个价值进行到底 所以这会变成是 画清楚这两个领域的差异 然后其实也小心 个人跟集体 就算有某种的类比关系 我们也不能够误以为说 集体的生活 真的就像一个人家的生活 对 因为这种类比是一种关系的类比 对 这种类比并不是直接的对应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 就像耶耀师所说的 它是一种结构的类比 它具有某种相关性 但是这种相关性 不是一个单纯的延伸 至少对康德来说是如此 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头去看 黑格尔对于康德的批评 实际上我会认为 在黑格尔的区分之下 跟康德实际上并没有一个 非常根本的差异 真的吗 实际上就说对黑格尔来讲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如果道德指涉的是说 我们个人可以透过一个 理性的自我立法 说明自己的一个主体的自由性 可是这个又不限于内 因为伦理表示这种自我立法 实际上是可以扩及到 外在的环境 它可以扩及到我们的生活方式 扩及到我们实际的法律系统 或者是制度习俗 实际上跟康德所言的 在个人的生活领域当中 所追求一个合理性 而一样的这种合理性 或者人的自由的可能性 一样就是在一个群体生活当中 人还是有一个所谓 主体自由的可能性 只是这两种自由 并不是同一种自由 对于康德来讲 因为在个人生活领域的自由 是一种内在的自由 而在群体的生活领域当中 追求的是 外在行动自由的相互协调性 OK 哇 就是康德 康德很独特的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系统 但是呢 他的思想 对于整个西方的法治思想 当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非常谢谢 今天新白老师来跟我们讲 康德如何理解 道德性跟道德之间的差异性 而最重要的 我们也千万不要忘了 道德 应该说 法律并不是道德的 直接的应用或延续 我想这是康德 留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供我们继续做思考 好 非常谢谢新白老师 谢谢丫老师 今天我们讨论康德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